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摄影课堂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拉斐尔的西施亭圣母 这一位就是拉斐尔医生的最爱 他这一辈子其实他中期死亡 他37岁死亡 他都没有娶妻,没有正式娶妻 但是他是有婚约的 去世之前他其实是跟一个红衣主教的侄女 有可能是红衣主教的女儿定了婚约的 因为拉斐尔在罗马时期他是非常受欢迎的 因为他的性格比较温暖 然后比较随和,待人见物非常的温暖 所以所有人都很喜欢他 而且交给他的作品他都能够按时完成 而且能够让雇主非常的满意 因为他的都是阳光的正能量的 然后充满着精神力量的 然后散发着神性的光辉的 所以雇主一般都很满意 而且他非常聪明 包括有一些雇主 比如说他本身长得比较丑 他可以想办法把他画的 又符合他真实的情况 又能把他变美 甚至有斗鸡眼的 他可以把他画成 眼睛全部都朝上看 然后感觉好像在深思 像一个智者一样的这种感觉 所以他很懂得揣摩人的心理 并且能够做出自己的作品 让大众都能够接受 所以他在罗马时期 他是过得非常的顺水顺风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与达芬奇和 米开朗基罗齐名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受欢迎 在整个上流社会都非常的受欢迎 经常出入这些王公贵族 跟他们在一起习惯了这种高端的生活方式 那么正因为如此 有一些研究就说 他因为在这种高端场所出入 然后见惯了这种子醉精密 所以呢也无法这个安纳内心对权力的渴望 甚至他想自己去当主教 那么如果他要当主教的话呢 他就得赢得更多的选票 那赢得更多的选票呢 就包括这个主教 这个现有的主教啊 包括教皇啊 他们的这个投票 所以呢当他知道 红衣主教有一个侄女未婚 据说是侄女 但也有可能就是红衣主教的女儿 当他知道他未婚的时候呢 据说啊 主动 但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主教那边主动吧 但是呢至少来说呢 拉菲尔是非常积极的 这个接受了这个婚约 决定要跟这个主教的这个侄女完婚 那么 他跟这个面包式的女儿之间的这个感情呢 就变成了见不得光的一段感情啊 当然 有的研究也说呢 他是先遇到面包式的女儿 后面再遇到这个红衣主教的女儿 但是呢 他跟面包式之间的这个感情呢 反正是由于红衣主教的女儿的存在了 就没办法见光 所以中期一生呢 都没有娶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只是成为他 像情人一样的存在啊 他专门搞了一顿房子 然后让这个女孩住在那里 然后呢给他锦衣滑服 然后呢也给他很多露脸的机会 那么为什么要专门说一下这个女子呢 这个拉夫尔的这幅名作西斯廷圣母当中的这个圣母的形象 有没有发现跟这个戴面纱的女子如出一辙 简直99.9%的这个雷同 对不对 其实就是因为拉夫尔创作的这一副大名鼎鼎的西斯廷圣母 就是以他的这一个一生之二作为原型啊 作为模特来创作的啊 说到这里大家也会发现啊 虽然他没有跟他在一起 但是呢啊也跟他的名画一起呢流芳百世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你就发现了 为什么把圣母能够画到那么柔和美好 充满着这种女性的这种美呢 也有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呢 他把对这个女孩的爱投射在这幅画品当中了 那么因为他所面对的这个模特儿就是他的一生之爱 所以呢他在画自幅画的时候呢 必定是侵入了自己的情感的 要知道他最后37岁去世的时候 这个女孩因为不是他的名模正取的妻子 所以他留下的这个具有的财产等等全部都没办法继承 这个女孩最后呢去世院出家了 一生守节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令人唏嘘扼碗叹息的故事 那么拉菲尔在这个创作当中 我们知道他由于他这个性格上的温暖 由于他本身个性上的这种柔和 所以呢他所有会的这个圣母呢 都是带有这种柔和的光芒 再加上呢他将对至爱的这种感情 投射在这个作品当中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西施亭圣母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圣母啊 环环走来是代表着人性的 所有的对女性的这种美好的一种赞叹啊 就是这种女性的爱与真诚啊 这种柔美这种善发着母性的光芒啊 充满着这种母性的这种光辉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拉菲尔和弗拉丽娜啊 这个就是刚刚说的面包式的女儿 这个是拉菲尔的崇拜者啊 1814年了也就是200300年以后了 300年以后呢啊 这个拉菲尔不知道原来他有一个超级崇拜者 就是安格尔 安格尔的一生呢 创作了很多与拉菲尔有关的作品啊 就是画连画这个拉菲尔和他的情妇的这个作品都画了好几幅 我们今天只知道拉菲尔是名家 安格尔也是名家 没想到安格尔是拉菲尔的崇拜者 还是一个他的这个非常痴迷的小迷地啊 就像我们很多这个人 这个现在追星一样的 他也是狂热的追星啊 画他的这个和情妇之间的故事 你看这边也是安格尔创作的啊 他在1814年创作了1840年又画 所以你可以想见啊 这个拉菲尔对安格尔绘画的这个影响有多大 对他的这个艺术的生涯啊 有多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他在画拉菲尔和弗莱丽娜的时候 把他们之间的那种爱啊 那种美好都画在他的作品里面 我们由此可见 他们当时是还是挺深情的啊 其实我们现在回忆起来 这个拉菲尔放在今天 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理想的伴侣啊 完美伴侣那种 当然在他的这个成熟时期 在罗马时期有非常多的小迷妹啊 都是都是非常的痴迷于他 确实如此啊 你说长得又帅又多精又有才 这个又有权有势对吧 然后还未婚 这样的男子哪里去找啊 但是这里要说到一个非常不堪的事实 为什么37岁 拉菲尔会去世呢 就是当然啊 这个消息来源不一定是最准确的 只能是说 我们目前能够了解到的 大部分的资料都表明了 拉菲尔去世呢 是因为他在妓院中狱过度 然后感染上了这个热病了 然后烧了这个十来天 然后医生把他这个病呢 整错了 然后以为是什么别的病 然后就给他放血 因为医生的这个物诊 因为给他放血呢 所以导致身体不支 然后就死亡了 所以37岁啊 这个是后世呢 人家画的拉菲尔弥留之际的这个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弥留之际啊 包括红衣主教啊 这些社会名流啊 这些掌权者都在他窗前在哀悼 而这个拉菲尔呢 就躺在一片光芒里面 仿佛随时就会离人间而去的 这种天使一般的这种 散烁的这种光芒的感觉 那么拉菲尔之所以一生 钟情于化身母 其实也有很大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八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 对吧 母亲的去世呢 导致他身心 对这种母爱的向往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恋母情节 那么其实在周世纪之前 很长的时间之内呢 其实圣母都不属于基督教的神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因为受孕啊 因为这个梦中受孕呢 然后诞下了耶稣之后呢 他之所以成为圣母 在此之前呢 在很多基督教的话里面 他并没有那么高的地位 之所以会有那么高的地位呢 就是因为这个文艺复兴的时期呢 讲究以人为本 那么像圣母这样一个 作为神和人兼有的这种感觉 因为他孕育了最伟大的神 但是呢 他又是一个普通人 所以他的这种身份呢 就变为最容易被所有人接纳 不光是基督教的教众也好呢 还是普通的民众也好呢 都很容易能够接受 这样一个伟大的存在 对吧 把他奉为这个最高的女生 其实有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了 世人之所以会那么喜欢化圣母 会那么喜欢并且追捧 尊崇圣母呢 也是由于 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面 都有一种或多或少 或轻或重的恋母情节 因为我们是从母亲的身体里面 出来的 然后离开母亲的怀抱 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的 那么在离开怀抱以后呢 思想里面或多或少的 都残存有这种恋母的情节 这也是为什么圣母呢 能够被所有的世人 所遵从的原因之一 安全感的需要也好 还是对母亲怀抱的这种 眷恋也好 它非常能够代表我们的心理 所以呢 这是圣母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 那么拉斐尔之所以 对圣母情有独钟 一生画了很多幅圣母的原因呢 也是因为她童年的这种 母亲的去世给她带来的影响 她的恋母情节呢 也是根子在她的心中的 在她的精神世界里面 所以她会反复的去 绘画这个圣母的像 我们讲到圣母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 西方世界里面最伟大的女神 是圣母 那么我们中国佛教的 这个世界里面呢 伟大的女神可能就是观音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当然啊 我们说观音 很多人说她是这个男神女将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 左边这一幅呢 是造传佛教里面的 百度母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唐卡 唐卡作品里面的百度母 唐卡也是一种绘画艺术 那么这种绘画艺术 中国代表这种东方文化的 这样一种绘画艺术里面呢 她完全不会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西方绘画里面的西士庭圣母也好呢 还是达芬奇的这种 莫拉丽莎啊 还有达芬奇绘画的这种圣母啊 包括拉芬尔的这种 创世纪啊 这样的作品一样呢 具有强烈的透视感 具有跟真实世界的 非常相似的这样的一种画面的构成 我们看到的呢 这个东方文化里面的这种女神啊 她画面的构成呢 完全就是我们想怎么画 就是画就怎么画啊 我们讲究的是意境对吧 所以呢 我们觉得这个中间这个神应该更大点 那么下面的神就小一点 可以无解释的小 完全不会估计呢 所谓的这个透视关系 视觉的这种原理 解剖学的原理 这些都不会在意 那么那这个树应该画多大 近处的树多大 远处的树多大 近处的山多大 远处的山多大 完全不在这个考虑之列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 以及东方的这个绘画呢 它的这个特征 西方的绘画呢 最主要的区别呢 就是西方绘画呢 会以严谨的解剖学作为依据 会以这个非常科学的透视法原理呢 作为依据 而中国呢 讲究的是意境 讲究的是这种印象 只要把那种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想法 脑子里的联想到的想象的这种东西画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部分 你就会发现呢 东方绘画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以线来造型 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个人物的边缘轮廓 都是用线条去把它框出来的 如果没有这个线条 它可能就融到一起去分不开了 但是呢 都是以线去造型 这个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以线去构图 画面当中主要的这个构图类元素 就是线条啊 以线造型 以线构图 以线去表达质感 以线去表达情感 所以我们中国主要是 比如线 包括我们东方的这个绘画 包括我们东方的书法 也是一样的 都是以线去造型 通过线的粗细 轻重缓急 这种曲直等等的去表达情感 去构图 去造型 所以这个呢 是东方绘画和西方绘画的区别 我们可以看到呢 西方绘画的这个圣母呢 完全是有血有肉 符合人体的解剖学原理 符合透视的关系啊 近大远小是吧 两个眼睛 近处的眼睛大一点 远处的眼睛小一点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呢 它边缘都不是靠轮廓线去打形了 它是遵循非常严谨的明暗画法 那我们知道在达芬奇那个时代 达芬奇有很多这个创剧 那包括透视法的研究 包括黄金分割的研究 还包括呢 明暗造型能力 就是在比较亮的地方 比较近的地方更亮 然后远一点的地方可能就更暗 然后背光的地方暗呢 然后受光的地方亮 通过这种方式呢 然后还有剑影法 你看这边是头发的边缘 这边是背景 这种边缘和背景之间呢 中间这个地带呢 基本上是两种颜色的融合 就是头发的颜色和背景的颜色 在中间这个部分融合 通过这种融合呢 那么从头发到背景呢 是渐渐地过渡过去的 而不是说直接是由一条线 这样画一条分界线 这样过渡过去的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拉菲尔在他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 他在不断地模仿达芬奇 那么模仿达芬奇的一个重要的手法 就是剑影法 还有呢 就是转缩透视 运图的方法 运图的方法呢 就是把这个头发的颜色和这个背景的颜色 两种颜色混在一起 不断地柔和 柔和了之后呢 它们就会变成了渐渐地过渡 跟剑影法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种是基于透视关系 基于明暗的原理 基于光线的这个原理呢 来进行的这个创作 而东方的绘画呢 就不会去讲究这些东西了 所以如果我们哪一天再去 创作工笔摄影的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去给他画很多名啊 那其实就是画蛇天主 但是如果我们是要去创作一副 古典型的这样的摄影作品的时候 我们去给他加很多轮廓线 加很多线条 去强调他边缘的清晰度 那么也是画蛇天主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要搞清楚 东西方的这个差异 经常看到拍这种古典型的人像 那么为什么你拍的古典型人像 就不那么古典 而别人拍的古典人像就会很古典呢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网上找到的一个艺术家 他创作的这个古典肖像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古典肖像的作品呢 就很像那么回事 就很古典 对吧 你一看就很有那种古典油画的这种氛围 就不会说 感觉就不像那么回事 不会 我们看到他就很有那种古典油画的感觉 我们甚至把他和左边这一幅 这个椅子上的圣母的这个图片放在一起 你都会觉得 哇 似乎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那么有一个非常 有哪些非常重要的点呢 那我们再看一下 同样都是以古典画法为主的创作的 这个肖像作品 那我们看到左边这幅肖像作品 和右边这幅肖像作品 要你来评判一下哪一幅肖像作品更有古典的这种味道呢 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告诉我 左边这一幅才更有这种古典肖像的味道 对不对 为什么左边这幅更有这个古典肖像的味道呢 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呢 就是柔和 对吧 我们刚刚看到的 无论是达芬奇创作的圣安娜和圣母子的画 还是拉斐尔创作的这个画 你都会发现呢 他人物当中的这些形象呢 都是比较柔和的 因为那个时代对女性的美的理解 就是那种柔美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左边这一幅里面呢 他的无论是人物的情绪 他的造型啊 这个他的构图的这种方式 都会让你觉得比较柔美 首先呢 他的头发都是属于这种随机型的曲线 而这个呢 他的头发呢 是直线 所以这种直线呢 他很容易就会带来比较强硬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点要提醒大家注意 以后无论是你的风光摄影作品也好 还是人物摄影作品也好 还是建筑摄影作品也好 任何的摄影作品 甚至你自己的着装打扮 以及你家庭的装饰都可以注意 过多的直线呢 他会很容易带来现代感 会带来时尚感 也会带来呢 这种强硬的感觉 但是曲线呢 他容易带给人温暖 弹性 然后呢 也会带来这种柔和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里面 艺术范畴之内经常用直线来指代男性 用曲线来指代女性的原因所在 那么看到这是第一点 那么还有一点呢 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嘴唇 他的嘴唇是属于一种淡淡的颜色 那么嘴唇的颜色呢 跟周围的皮肤之间的过渡 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是渐渐的慢慢的过渡过来的 过渡非常柔和 这一点非常重要 无论是在他的嘴唇 还是在脸部的其他部位呢 都是淡淡的过渡过来 这种淡淡的过渡呢 就是孕涂法和剑影法的精髓所在 而我们看到右边这一副女 他的这个嘴唇 因为画了很明显的这种艳丽的存在 所以呢 这个嘴唇和周围的皮肤之间是 唰了一下 突然就渐变过来 中间没有渐变啊 突然就变过来了 然后呢 就转折非常的大 这种转折非常的大呢 他就不符合这种剑影法和这种孕涂法的原理 所以呢 他的那种柔和柔美的感觉就会少很多 所以这一点注意了 大家以后无论是在自己的构图当中 自己的装装打扮当中啊 如果你想要给人留给一个柔和啊 或者是甜美或者是无辜或者是可爱或者是弱小的这种感觉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这个淡淡的这种唇色不要那么艳丽也不要那么跟皮肤之间的反差那么大 这是很重要的啊 那么我们这个呢 就是讲到的剑影法 那我们再看这一张啊 这一张呢 我们说他的这个周围的趋势关系啊 也处理的很像剑影法的效果 因为我们说到蒙拉丽莎也好 还是咱们拉费尔画的圣母也好 那他的这个画面的边缘位置呢 都是比较虚化 然后虚化到背景 过渡过去 只有中间一小部分稍微清楚一点 周围都是虚化 那么他跟剑影法也就是从虚到实的这种渐渐变化过过程的这种绘画 这种方法呢 是非常类似的 但是为什么这一张看上去就没有那么有古典的感觉呢 这里就说到了 我们说古典名画里面 你哪有看到过圣母在大笑的 你哪有看到过古典名画里面的这些公爵夫人也好 这些美女也好 他们是在夸张的笑容呢 没有 都是比较柔和 比较含蓄的感觉 中国古代还有说法叫笑不露齿 对吧 特别是这种一笑起来露好的割牙齿的这种是非常奔放的 个性非常奔放 情绪非常open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其实在古典化里面是很少的 所以他的情绪也决定了他不太会像古典化 那我们再看一下左边这张和右边这张 你就会明显的发现作为古典肖像 它的人物是柔和 闲静然后温柔甚至无辜甚至有一点缠弱的这种感觉 传统理念里面女性的这种特质就有点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古典名画就这样处理了 而我们现代的女性的讲究的是个性张扬 讲究的是独立精神上的自由等等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有个性 有自己的特征的 有自己的情绪的饱满的 所以这个也是古典女性和现代女性的区别 所以如果你要给别人一个古典女性印象 说你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保守性的女性 那你就不要太张扬 情绪要比较泪脸一点 然后我们说符合这种传统理念对女性的这种印象 当然我们甚至会想到什么三从四得之类的 笑不露齿话不高深等等 像我这样就有点过分了 当然我们只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要达到古典的效果 你就应该这样去营造你的画面 它才会更具有古典的特征 而我们需要表达出个性张扬的 现代的时尚的女性 那么你就应该符合现代的当下的女性的这种精神内核 以及她的外在 所以呢我们一幅画一样能够创作出 表达出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必须从外在和内在呢 都能够符合她的这个精神特质 那我们再来看左边这一幅和右边这一幅 两幅呢都是在模仿古典肖像的做法 可是呢你看到左边这幅和右边这幅的时候 仍然会觉得左边这一幅更像古典肖像 而右边这一幅呢 她那种古典肖像的感觉会弱一点 为什么会弱一点呢 这里我们相信呢 大家很快能够告诉我一个答案 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说到了 在一张古典的作品里面拍摄女性的时候 很多时候她会避免用很多的直线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幅画里面 你看我们所脖子这个线条非常的直啊 然后包括脸部的这个线条也非常的直 这种直线呢 它非常符合我们当今啊 当下这种时尚的概念 我们当下的时尚呢 非常遵修的是中性风啊 也就是说男不男女不女的 那种可男可女的这种中性风 所以呢 在当下的这种时尚界 你经常会看到请出来的模特都是那种 长得不一定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美女 但是呢她脸上有很多直线 或者是她身上有很多线条是直线 看起来有一点男性的这种刚在里面的 又有女性的这个身份特征 又有男性的刚在里面的 这种是现在的时尚界最受欢迎的 那么在古典时代呢就不是这样了 所以如果你要创作一个现代型的女性呢 你就去表现她的刚 如果你要表现古典型女性呢 你就要去表现她的柔 我们可以看一下对比啊 左边这个女性她的鼻子 你看从上面从眉弓一直到这个鼻梁 一直到这个鼻底 它整个就是一个完美的这种曲线 而我们看到右边这个呢 几乎接近直线的这种概念 你看到再把两张大图放在一起对比 你就会发现这种区别啊 无处不在 这种直线就会打破这种古典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要追求古典的感觉 就尽可能去避免这样的 如果你要追求现代的感觉 那你就尽量去塑造直线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他们唇部的这种线条 也会发现 因为她的唇色比较深 所以跟皮肤之间的这个反差很大 那么他们之间就形成了比较强烈的 这个明暗反差 这种强烈的明暗反差呢 也会让这种柔和的感觉被削弱 而右边这一张她的反差比较小 柔和的感觉就比较强烈 所以无论是嘴唇还是眼睛 还是脸部的这个轮廓 还是鼻子的轮廓 还是身体的轮廓 还是头发的这个线条 还是衣服的线条 等等方方面面 尽可能的去符合我们古典美的要求 我们再看一下 当你看到这个女孩子的这个形象的时候 跟中间这个圣母的形象 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右边这个明显的这个区别就很大的 左边这一副跟圣母之间 有一些类似的就是那种柔柔的 然后甚至还稍稍带一点忧郁的那种感觉 然后那种女性的这种浑源的这种感觉 那么右边的这一张就太刚了 而且这个神情非常的坚韧的这种感觉 它就不太符合古典肖像的这种做法 所以为什么你拍出来的古典肖像 会不太像古典肖像呢 可能就是这些细节没有注意 那我们再看一下 同样是创作古典肖像 这种纯正面的和四分三侧面的又有区别 因为我们在看到拜占庭时期的画的这种圣母啊 人像呢可能很多的都是正面的 那种正面的呢就会怎么样 就会呆板 而我们看到的古典艺术最全顺时期 其实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 而这个时期的画作呢 基本上都是遵循达芬奇的这个四分之三侧面啊 这种黄金分割的这种做法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当我们去创作一幅古典型的作品的时候呢 采用四分之三侧面比采用正面呢 更有这种古典的感觉 而且呢从我们心理学上说 这个四分之三侧面呢 它是属于一种油爆琵琶 半正面啊 欲速还修的这种感觉 而我们纯正面呢 它是一种直视逼问 然后有一种退无可退 让无可让的这种感觉 它是有一种这种凝视 这种强权的这种 非常强的话语权的这种感觉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当它是正面看着你的时候 仿佛是在质问你什么 你仿佛想要避开它 而当它是四分之三侧面 这样子慢慢的转过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们说回眸一笑百妹深 对吧 我们回眸一笑 那回过来恰恰就是四分之三侧面 我们说百妹深 而绝对不会有一个正面 一笑百妹深的那种感觉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四分之三侧面 和正面的区别 所以以后我们在创作人像的时候呢 也要有意识的去考虑 思考一下怎么样创作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三幅也都是以古典人像为目标 作为创作的这个作品 那我们会看到呢 这个中间这一幅 我们会觉得它虽然也是古典的形式美呢 但是那种古典的感觉就比较弱一点 而最第一张呢 它就会特别最左边这一张呢 它的那种古典的感觉会更强烈 右边这一张呢 也有很像古典的感觉 但是呢又稍微有一点 还是有一点不太大 那么最有古典感觉的是最左边的这一张 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这一张 它的眼睛这种反差太大了 脸部这种明暗关系太强烈了 这种明暗关系太强了 它就会怎么样 明暗反差太大了 它也不够柔和 眼睛太有神 炯炯有神了 那种眼睛越有神的话 它那种光芒越炙热 它的那种情绪更饱满 这种情绪过于饱满 光芒过于这个耀眼 它都不是属于古典油画里面 对女性的那种美的这种概念 而我们看到最右边这一张呢 它的这种光线射进来的感觉 非常的强烈 然后呢 这个脸部的明暗反差稍微有点大 当然最右边的这个女孩子 她的脸部的线条 其实是最具有古典魅力的 因为它是那种线条 都是比较柔和浑圆的 有点小小的婴儿肥的那种感觉 而中间这个呢 她脸是比较明显的 这种倒三角的感觉 所以她的古典感觉是最弱的 再加上她的 我们说她用这个头饰 和这个围巾去装饰它 其实是想去削弱她身上的这种 削弱她身上的这种强硬 这种线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不同的形象的人物 都适合不同的表达方式 那么在我们的一张画面里面 我们要创作一张古典的作品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把握 你看像在这个画面当中 她也是去追求这种古典的做法 那么女性呢 是属于一种温和 宁静柔和 然后含蓄内脸的这种 然后呢 她的服装的这个周围的线条 都是有一点点 她把它处理成那种剑影法的效果 其实她就不是剑影法 可能就是后期做了一个虚化 但是呢 她就具有那种朦朦朦朦的 那种古典的美感 然后再加上她的这个头发 这种边缘的阴影部分 跟背景之间的 就有一种像剑影法的那种感觉 晕土法的那种感觉 是渐渐的过渡过去的 它没有强烈的明暗反差 所以这种古典的感觉 就比较强烈 你看像右边这一张 我也会 我们也会看到它的时候 觉得比较强烈的 这种古典的感觉 因为它都是柔柔的 然后呢 又有一点这种 朦朦朦朦的这种感觉 然后也比较安宁 画面没有太多的动态 没有那种花风 大风大浪的那种感觉 都是比较田径 温和 美好 符合传统理念里面 对女性的要求 那这里呢 其实就讲到 在我们世界摄影史的 发展过程当中呢 其实有 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 一直到今天 还非常有影响的流派 就是画一摄影 那么画一摄影的流派 曾经有一段 很长的时间之内呢 他们就是为了让 这个摄影呢 被艺术界认可 他们去模仿绘画 那么因为摄影呢 它之所以不能够 被称为艺术品 就是因为它太真实了 它能够把真实的环境 这种代表的作品 他们这些作品呢 也都是去追求这种虚化 你看边缘都是这种虚虚的 只有中间的 这个视觉中心的部分 稍微实一点 然后周围的部分都是 从视觉中心 慢慢的到边上 越来越虚 这种虚化的感觉 这种柔和的感觉呢 就是在向古典绘画学习 以古典绘画作为模本 文艺复兴的这个时间 是14 15世纪的时候 对吧 那么1853年的时候呢 这个画家威廉 约翰刘顿就说 如果摄影师让照片 稍微偏离焦点呢 相机就能产生艺术效果 就是因为呢 相机拍出来的照片 太过清晰 所以呢 这是他之所以不能成为 艺术品的原罪 所以呢 在画一摄影的这种摄影师呢 就会去追求 故意让照片偏离焦点 故意的虚焦 或者是故意的去追求 这种前景深 这种虚化的效果 以期呢 通过这样的做法 去获得艺术的效果 所以你会发现呢 其实从在摄影的 发展过程当中呢 艺术和绘画 摄影和绘画 其实一直 有各种各样的纠葛 曾经摄影刚诞生的时候 很多画家就说 绘画马上就要死亡了 因为绘画本来可以把 山川美好这种描摹下来 但是呢 摄影师呢 只要用相机按一下快门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绘画就会死亡 但是呢 又 再到后来呢 又很长一段时间的 摄影又在模仿绘画 所以呢 一直都是 他们之间呢 是充满着各种纠葛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 当时呢 这个摄影 画一摄影的流派呢 他们的这种摄影师的代表作品 都是在模仿绘画的这种 虚虚的感觉 包括他们拍的人像也好 然后风光也好呢 还是镜物照片也好 他说软调摄影呢 比尖锐摄影呢 更优美啊 这种审美标准呢 就提倡软调摄影 调子成语 影文粗造 富有装饰性 影文粗造呢 其实就是在追求这种 绘画的这种笔触 那么这种富有装饰性呢 就会让这个 摄影本身的这种立体感呢 把它平面化 因为装饰性呢 就是平面化的 然后缺乏空间感 这种缺乏空间感呢 其实也就是因为平面化了 所以就缺乏空间感 这种感觉呢 就会让摄影呢 更加的优美 所以那是很长一段时间 摄影师追求的 包括他们拍一个 田前的根座也是一样的 只有马的一小部分是清晰的 周围的部分都是越来越虚 越来越虚 其实说到这里 我想很多摄影师啊 我们今天听课的 有很多都是摄影师 就会发现 一直到今天 其实也有很多摄影师 在追求这种做法 追求让中间的焦点部分清晰 周围全部的虚化 用各种虚化啊 这个高丝模糊 这个什么什么的模糊 各种各样的模糊的手段 去追求 其实你会发现 原来这些摄影师 是在反哺归正啊 在追求这个 十五六世纪 甚至十七八世纪的时候 这种时候的这种 绘画啊 和这种摄影的风格 其实 当然好不好 这个每个人心里有感秤 但是呢 我们一了解了这些 这段历史以后呢 你就马上明白这个摄影师 他在做什么 他的作品应该放在哪个位置 这里呢 其实就是他们当时提出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理论 就是视觉有限清晰论 所以大家一看字面意思 就明白了 就是有限清晰啊 不要所有的地方都清晰 因为有一部分的地方 因为光的折射 因为各种各样物体的折射 它就会导致呢 隔远的物体就会不那么清晰 隔近的物体才会清晰 所以应该在我们的摄影作品当中 也是这样去表现 那我们再看一下呢 从最早期的这个 拜占庭时期的圣母 到这个拉负尔 这个西斯廷圣母 到这个是花园里面的圣母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 它的这个边缘呢 是非常清晰的 它的背景是非常平面化的 也就是没有透视和景深 而中间这个呢 它开始有背景上的 有这个渐变的颜色 包括这个背景上 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人的头像 有人说它这种都是小天使 有人说它就是凡间的人 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小头像 这种小头像呢 都是构成这个画面的 这种景深感觉的一个部分 那么到这个花园里面的圣母呢 它的这个有远山 有近处的草地 有远处的山 有近处的树 就是有了强烈的这种众生感 所以那古典绘画 它的全盛时期也就是文艺复兴 代表时期 也就是文艺复兴这个时期呢 它的这个背景上的这个透视感 是非常的强烈的 然后我们再看到 今天我们当要去模仿 这种古典绘画的时候 古典的肖像摄影的时候呢 如果背景处理的是有深有浅 也就是我们经常 这种手法 其实在我们摄影圈经常使用的 也就是按角 对吧 当我们去加按角 通过加按角呢 就会让它的这个背景 也会产生这个近处 中间的中心的部分比较亮 周围的部分比较暗 这种明暗关系呢 就会让这个画面 具有一定的这个众生感 而右边这一张呢 我们看到它的背景 是没有明暗关系的 都是一个一块平的 那么这种平的呢 它就很容易产生 这种平面化的效果 就仿佛背后是一面墙的 这种感觉 这种平面化的效果呢 就会排除这种 透视上的这种众生感 也就是会没有这种 透视的这种感觉 没有透视的感觉 没有空间的深度呢 它就会显得稍微有点呆板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右边这一幅画 看上去不那么 有古典的气质的原因所在 所以古典的气质呢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这个 背景上的这个 明暗关系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大家在 创作古典型人像的时候 要注意的 那我们再说到 这一幅画 它的构图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呢 就是三角形原则 这个三角形构图 在文艺复兴时期是非常 也就是文艺复兴时 非常推崇的一种构图的方法 好多的作品 都会采用这种方法 因为我们知道呢 三角形构图 是世界上最稳固的构图 这种构图 无论是很多的这个建筑也好 还是绘画 还是什么也好 经常会采用这种 三角形构图 它会非常产生强烈的 这种视觉上的稳定性 那说到三角形呢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金字塔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个就是埃及最有名的 胡夫金字塔 这个胡夫金字塔呢 它非常神奇的地方 大家看到的 它是一个金字塔 那么它上面的这些石头 砖头什么的 都没有用任何的胶 把它粘合在一起 它就是一块一块的 垒上去的 但是垒上去了以后呢 它可以千年万年 不倒不化 而且呢你想在这个砖头中间 插一根键 插一根棍子什么进去 根本就插不进去 用刀用剑都插不进去 这个就是它建筑上神奇 它之所以伟大的地方 就是这样的 它就是完全利用了 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原理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研究 表明它有很多很多的 特色的地方 我们这里就不展开来说 但是呢通过这一点呢 我想大家可以更好 更深切的感受到 三角形构图呢 它的稳固性 那么正三角形 就是尖尖朝上的这种 是属于正三角形 因为我们所有的 在看画啊 看什么东西的时候 所形成的印象 都是因为我们的视觉心理 视觉心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知觉有经验 有恒常性 那么我们生活当中 觉得这种一个尖尖在下面 上面大头在上面的 这种东西绝对不稳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在看到倒三角形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也会觉得它不稳 这是一种视觉心理 所以呢 正三角形构图就被我们认为是最稳定的构图 而倒三角形就是最不稳定 最具有动感的一种构图方式 如果你要在照片当中表现岁月静好 这个稳固安详等等呢 你就用正三角形 如果你想要表达动感 这个 彷徨或者是说 这个无所适从等等等等 这种概念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倒三角形的构图 同时呢 这个正三角形构图呢 有一种向上升的这种感觉 就是整个人的精神世界往上升 这也是为什么金字塔会要造成这种正三角形的原因 他是想让他自己的这个灵魂 精神世界能够和天神和天上呢 有一个交集 甚至呢 可以飞升到天上去的这种感觉 那么当他是倒三角形的时候呢 他就一种向下坠的这种感觉 他就会跌落尘埃 跌落泥土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很少会看到有一些 墓葬啊 怎么这些东西会采用这种倒三角形的构图 或者是建筑里面会采用倒三角形构图 那也是不可能的啊 所以在很多构图里面的倒三角形构图呢 都是表现下坠感 如果你要表现说一柄件直直的擦下来 那种感觉的话 你就可以采用倒三角形构图 那么他就会很容易带来那种气势上的压迫感 但如果你要表现这柄件 他会冲破一柱晴天那种感觉 那么你就要朝上了 所以这也是不同的概念 那么三角形构图在我们的近物拍摄啊 或者生活当中处处可见 我们经常会在家里拍摄这种近物的时候会很迷茫 不知道东西应该怎么摆 那么其实一个最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摆成三角形构图 这是一种非常安全又非常稳固 又非常容易表现岁月静好的这种一种构图的方式 所以当你拿到一堆近物无所适从的时候呢 你就尝试着把它摆成三角形构图 那么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稳固的概念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华尔街之狼这部电影里面的剧照 你可以看到呢这个人物他刚好这个所处的啊 这个构图的方式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这种三角形呢就会在这样的人物照片里面传递给你一种这种 这个人非常的有威严非常的有话语情非常的毋庸置疑啊 非常的呢有分量感的这种感觉 这就是正三角形带来的感觉带来的这种体量感带来的这种稳固的感觉 带来的这种威视啊带来的这种话语权的感觉 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和右边这两幅都是一个电影的剧照啊 电影的剧照其实就是有很多钟的画面构成对吧 那么左边这个呃 这个这个电影的剧照呢是这个绝命毒师的剧照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里面中间这个人物站在这里 然后两边站两个人物很明显的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构图啊 这种三角形构图呢就会带给你一种非常稳固的感觉 这个画面呢你就会觉得这这人非常有力量 仿佛要干什么大事了那种感觉 而我们看到右边这一张呢 两个两组人物是站着的 然后这个这个人物是跪着的 他们很明显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倒三角形的构图 这种倒三角形的构图呢就传递出这种画面的不稳固啊 他下一刻可能就会被枪毙了 或者他下一刻就逃跑了 那这种关系以及呢这种呃事件呢 他是呃无法预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他充满着不确定性充满着不安稳的感觉 充满着随时充满着这种呃未知性 所以呢他就采用了这种倒三角形的构图 而正三角形的构图呢 他是一种非常肯定呃稳定 以及呢非常具有话语权的这种感觉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 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他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他有一点像一座雪山 而他其实只是一个海浪 当这个海浪打起来像一个三角形的时候 他是不是具有了像啊 啊雪山一样的体量 像一座山一样的体量 一样的分量感 一样的话语权 一样的稳步 一样的体呃重重啊 这种重量感 一样的这个有深度有量感的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三角形构图带来的魅力啊 用三角形构图去构一个海浪 都可以形成像山一样的感觉 这个就是呃构图的魅力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西士庭圣母啊 我们看了这么多 我们由他也理解到呢 这种三角形构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那么西士庭圣母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他通过这几组人物呢 形成了一个圆形 椭圆形啊 这种椭圆形呢 他也暗示着一种圆满 一种美好的这种意境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为什么我这里放两张西士庭圣母在这里呢 因为呃 这个是网上不同的地方找来的图片 找来的图片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 是给大家告诉大家 它的色彩有差别吗 它色彩肯定有差别 因为不同的显示器和不同的拍摄 呃的这个工具 拍摄出来都会不一样 但我这里要非常重要的 把两幅放在一起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提醒大家啊 关注一下 因为不同的人传上来的图片 就会有不同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左边这一幅图 我们可以看到 顶上的这个挂 挂帷幕的这个地方呢 只露出来了一点点 而右边这一张呢 挂帷幕的地方露出来很明显 所以呢 这个也是差别 原画里面呢 它应该是这一块都是露出来的 但是这一张呢 它就没有露出来那么多 而我们再看左边这一张 它下面这两个小天使呢 它是好像趴在一个栏杆上面的一种感觉 但是右边这一幅呢 下面就没有趴在栏杆上了 栏杆都看不见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不同的 这个截图呢 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所以大家在以后去欣赏 这个西斯廷圣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呢 就是你要看到 它上面是有一个 这个拉杆的 下面是有一个栏杆的 为什么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呢 这是这一幅画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因为这一幅画 西斯廷圣母呢 是拉菲尔受这个教皇的邀请 在西斯廷这个教堂里面所做的话 这个画呢 是要挂在他的这个 这个一个神龛上面的 所以在挂在这里的时候呢 他选择了在这个圣母的像这两边挂上两块 为慢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里呢 就是从哲学上来说 他其实是有一种理念 一种理念和外面的这种区别 因为我们下面观看这个画的人 都是凡人 而这个帷幕后面呢 可能就是神的世界 而他从帷幕后面走出来 走向人间 他把他自己生的柚子呢 送给人间去解救大众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他从帷幕后面走出来 这是有一种从幕后走上台前 登上舞台的这种感觉 他因为这个耶稣呢 成就了他 他也成就了耶稣 他把这个耶稣送给了世人 所以耶稣成为世人心中的神 他拯救了整个人类世界 而这个因为他把耶稣献出来 因为他有耶稣这个儿子 所以呢 他也被成就了 成为了这个世人心目中崇拜的神 圣人 所以呢 这个他其实就是一种 登上舞台的这种感觉 一种登上神坛的这种感觉 那么他们是一种相互成就 那么其实这个观看的人和圣母之间 也有一种 这个默然的联系在里面 这种打开帷幕呢 就有一种登上舞台的感觉 所以以后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作品当中 去控制这样的元素 怎么样 那我们放一个帷幕就表示出这种里面和外面的这种区别 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区别 或者是富人和穷人的区别 或者是演员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区别 或者是这个天上和人间的区别等等 都可以通过画面当中的元素去构建这样一个世界 然后呢 他上面有一个帷幕 下面有一个栏杆 其实因为上面有这个帷幕 下面有栏杆 你就会发现他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框架 这种框架呢 就是区分人间和神界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上面的这一个栏杆也很重要 下面的这个栏杆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说这个画面当中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有讲究的 那么再加上呢 这个圣母从天空里面走来 那么左边呢 这个就是西石亭教皇 西石亭教皇也就是委托画这幅画的人 所以为什么拉菲尔这么受欢迎呢 也就是因为他很会讨人欢心 你看他把教皇画在这个画面当中 而且呢 他作为这个圣母驾邻人间的迎接者 也是指路者 你有没有发现 他的动态就好像指向这边 告诉圣母说从这边走 或者是向那边走 或者是向那边看 所以他变成了一个神和人间的连接者 同时呢 又是圣人驾邻人间的一个指引者 所以你想他的身份多么高贵啊 多么这个牛气 是吧 所以他也会非常喜欢这幅画 也就会非常喜欢拉菲尔的作品 喜欢聘请拉菲尔去作画 那么右边这个呢 是一个小圣女 那么一个使者 那么他这个来也是来迎接这个圣母的 左边的西士庭教皇呢 代表掌权者 代表统治阶级啊 代表资本家等等的这种比较高贵的上流社会的人 而右边这个圣女呢代表的就是劳苦大众 普通的百姓来迎接这个圣母 那么下面的小天使呢 他们很多人就说这个小天使呢 是这个画面当中最可爱的存在 也是最美好的存在 因为所有的这个圣母和圣子的这个画面当中 不会出现太多无关紧要的人物 要么是神 要么是圣人 要么是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但是突然出现这两个小天使啊 有人说呢是因为拉贝尔在画这幅西士庭圣母的时候呢 有两个小孩经常在窗子外面偷看 但是呢拉贝尔不但没有赶走他们 还把他们呢画进了自己的画里面 确实这幅画呢 因为有这两个小圣母 两个小天使呢 他就变得更加的可爱 更加的有意思 而且我们会发现呢 画面上所有人的视线呢 都会最终都会集中在圣母和圣子上面 你看西士庭教皇呢 他的目光是一直看向圣母和耶稣的 而这个圣女呢 他虽然是看向下方啊 你看他带着一种慈爱 一种谦卑又一种恭敬的感觉 然后呢看向下方 然后这两个小天使呢 仿佛这个不安事事啊 完全不懂这种什么 尊卑等级等等这种 完全没有这些困扰 而且两个这个 有一点小烦恼的 这个瞪着眼睛看上面啊 这个非常可爱的这种感觉 但是他的视线呢 刚好会像上方的这个圣母的视线呢 会相交在一起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个画面当中 他有一个视线的变化 是从这里看向他 然后呢他的视线看下来之后 又往上又看到他这里 所以这个呢 就是画面当中的一种视觉引导 有一些视觉引导呢 是用画面当中的一些 明显的元素去构成的 有一些视觉引导呢 就是用画面当中 本身的这种视线去作为引导的 在这个画面当中呢 就是用本身的这种视线呢 去作为视觉引导的 这个点呢 非常的重要 而我们再来看到呢 这个西施亭圣母啊 他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会发现呢 他所有用的这个颜色 你看所有画的圣母里面呢 他都是穿着蓝色的袍子 和红色的内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搭配呢 因为在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啊 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 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这种做法呢 就是圣母呢 要穿蓝色的袍子 要穿红色的内衣 一定要把红色露出来一点 但是红色又不能做外袍 一定是这样的红蓝搭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搭配呢 因为蓝色啊 在基督教里面呢 象征着真理 象征着我们知道 蓝色它还有蓝天白云的 这种象征着这种 天空象征着海洋 象征着智慧 也象征着真诚 同时呢 也象征着这个 非常的这个理想的美 所以它是非常 真诚和智慧的一种 代表的颜色 而红色呢 它是代表着爱 所以呢 在这个里面呢 圣母 她一定是 着蓝色和红色的衣服 代表爱与真诚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 她即使画N多版的圣母 都是采用的这样红蓝搭配 而且呢 在他们当时那个时代呢 这个蓝色是一种 非常罕见的这种颜色 也是非常珍贵的颜色 因为那个时期呢 他们还没有办法研究出 比较通过化学反应 去研究出比较好用的蓝色 他们呢 都是通过矿物质去提取 那么蓝色呢 主要是源自于清金石 而这种清金石呢 它是属于一种稀有矿物 只有在 在今天的阿富汗的那个地区 才有发现这种清金石 所以呢 当时在他们意大利啊 这些地方 要用清金石呢 就 这个千金篮球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贵 所以如果说 我们这又回到最前面说的 如果是一个富商来 雇佣一个画家给他画画的时候 这个画家在里面 用了很多清金石的话 就代表这个富商特别有钱 他特别有面子 特别有地位 所以呢 虽然清金石 这个很难求 但是呢 他们的话里面 还是会用清金石 而这种清金石 这种蓝色啊 表现出来这种蓝色 这种蓝色呢 当时就只有在这种宗教 这种绘画 宗教艺术品里面才会用到 因为平民百姓根本用不起 然后也没有必要去 也不会那样去追求 而只有在教堂的这种壁画啊 这种艺术品里面才会用到这种颜色 那么到后面呢 他们才慢慢的发现了其他的这种蓝色啊 慢慢的呢 可以去取代 但是在很长时间之内呢 蓝色都属于一种稀有的颜色 都很难做的 那么蓝色呢 在我们色彩学里面 它也是因为我们知觉的恒常性 蓝色会让我们联想到海洋 联想到天空 那么海洋的是水 是充满着智慧 然后呢 这个天空呢 是忠诚啊 永远会存在 而且呢 永远是湛蓝的 是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个存在 所以呢 蓝色呢 它会在天主教的这个世界里面 来代表真诚 代表真理 我们看到呢 它这个里面也有用到黄色 那么为什么会用到黄色呢 是因为啊 这个画面当中呢 主要是采用的蓝色 红色这样的颜色 红色我们知道呢 在色彩学里面 它是属于中性色 而蓝色呢 是属于冷色 包括绿色呢 它也是有一点偏冷的 这种感觉啊 这个画面当中采用的这种绿色 也是偏冷的感觉 而在这个整体偏冷的画面当中呢 就需要用一些蓝色 是属于 用到黄色 是属于这种蓝色的一个对比色 或者是互补色 这种通过这种色彩呢 去均衡整个画面 就像我们说 在一个天平上面 我们一直往里面放冷色 如果不放连暖色呢 这个天平就会失去均衡 而这个画面当中呢 我们放了很多冷色之后呢 我们再换点暖色 就让这个画面呢 达到一种冷暖的均衡 因为这种冷暖的均衡呢 所以导致这个画面呢 它会特别的和谐 又稳固 又均衡 那么这个画面当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颜色的搭配 我们可以看到 中间的这个圣母呢 它是毫无疑问 是个中流砥柱 那么左边这个教皇呢 它的体量比较大 你看它的高度也比较高 它一直延伸到画面的下半部分 从腰部 而右边的这个圣女呢 它也是从几乎同样的高度 但是呢 它只有一半就停下来了 而在拉菲尔的这幅画面当中 如果说这两个人的衣服的颜色是一样的话 那么势必呢 这个画面左边就会比较重 右边就会比较轻 因为左边这个人物体量大 右边人物体量小 那么就会导致这个画面不均衡 那么拉菲尔是怎么处理的呢 它就用黄色 把西施亭教皇画在这一边 然后呢给她穿黄色的衣服 因为我们知道黄色在色彩学里面是一种比较轻的颜色 而就是轻重的轻 然后右边的这个女士呢 她穿的这个衣服呢 就是属于比较重的颜色 你看这种绿色 深绿色 还有这种深蓝色 甚至呢这个深黑的这种灰黑的这种颜色 这种颜色 包括她背景上的这个大面积的阴影呢 就导致她这边的体量呢 因为色彩的关系呢 就变得比较重了 而右边呢 因为是采用黄色 即使她体量很大 但是因为是采用了黄色呢 所以她就减轻了她的重量 所以通过这种色彩呢 来平衡她们体量上的不均衡 所以是这个也是作者在做这一幅画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 我们在欣赏这个画的时候 也可以通过这个去欣赏出来 那么我们说 当时她们用这种黄色 也是很难得提取的 一直到后来呢 就是印度有一种叫印度黄 我们看到的这种的就是印度黄 这里是插播一个体外话 何谓印度黄呢 其实就是印度呢 他们发现给牛喂牛吃那个芒果树叶以后呢 它就会腊出来的尿就会变成黄色 所以呢印度人呢 他们就给牛喂他们吃这个芒果树叶以后呢 他们拉的尿 然后再把他们的尿呢收集起来 风干以后就变成了印度黄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印度黄 对了 为什么右下角会有这一幅梵高的新月夜呢 因为据说梵高的新月夜是最后一幅使用印度黄的作品 说到这里之后大家会发现 哎呀原来名作也有这么不堪的时候 所以呢我们无论是摄影技艺的发展 还是绘画艺术的发展呢 都跟当时的这个技艺呢 这个技术研究技术科技的进步呢 有极大的关系 那这里再要说到呢 其实红色啊 不光代表爱 它还代表革命 代表暴力 代表血腥 那我们看到 那我们看到左边这一幅女孩的时候 同样是跟右边这个阿富汗女孩差不多的这种感觉 但是呢因为它作为是维的绿色 你是不是没有感觉到那么明显的这种血腥暴力 革命这种感觉 它不会跟这些划上钩 而右边这一幅呢 你就会很明显的会想到革命暴力血腥 再加上它这个红色的衣服 还有一些破洞的地方 你就会更加感受到它的生活的这种不堪 那么这个就是色彩所传示的这个故事 因为红色呢在我们色彩学里面代表血腥暴力 它同时也代表爱 代表这种激情 所以呢绿色呢在色彩学里面是代表和平 代表向来是代表和平代表生命 所以呢我们在画面当中除了去运用这种 这个构图呢除了我们去运用形式的之外呢 还要去构建 还要去好好的利用它的色彩 我们再看到这个女孩子 当这个画面当中大面积的采用红色的时候 你完全就会感觉到它非常的这个open 非常的有激情 是吧 非常的有冲突感 但是呢它也非常的时尚 因为时尚呢就是我们说今天的时尚呢就是比较刺激 比较激烈 然后呢又非常的有这种激情的碰撞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颜色呢它的纯度越高 然后刺激越大呢 它越容易带有现代的时尚感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两个女孩子放在一起你就明显的感觉到左边这一副非常的古典 而右边的这一副呢它就非常的现代 这个就是现代与时尚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它即使是穿上这种红色的衣服 它都会是深红色 甚至呢在红色上面附了一层沙 这种感觉呢就会让整个画面的色彩呢相对过度 呃刺激没有那么大 反差没有那么的大 然后呢色彩比较和谐 这个呢也是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古典的 它的颜色都不会很鲜艳 不会很刺激 然后整体画面营造的呢都是一种柔和的氛围 好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关于拉费尔和西斯廷圣母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下节课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荷兰画家伦伯朗的 《月亮与狩猎女神》 希望通过这一些世界经典名画的分析 让大家更好更深刻的理解 摄影审美 感谢大家的收听